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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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随便指一点 好多好多圈的电流都会在这一点产生磁场 那这一点的磁场是多少 这磁场是多少 我们要求 我这里还要画一个图 求 求 求心 R圆转 这是一个球坐标的 的向量位 即磁场 好 这个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怎么做呢 比如说你现在要问这一点 好 这个是向量R 好 这个是 好 这是R 这是P点好了 那这个角 到这里我们用Pose 就是它的方位 距离这里是 距离球形是R远处 这个角呢 跟它的夹角假定是Pose 好 求这一点的向量位跟磁场 那这个要怎么做呢 好 那这个问题就是 你现在有一圈一圈的电流 一圈一圈的电流 我们现在取一个坐标 我们刚刚说 你要做这种问题 你坐标很重要 你取得好 你可以做得出来 取得不好 很麻烦 可能你就做不出来 好 我们现在另外取一个坐标 我画大一点 好 这个是在这里 我要取P点 取这一点的磁场 那我就 我就以这个作为Z轴 这个作为Z轴 这个作为Z轴 P点就在Z轴上面 OK 这个就是R Vector R Vector 好 你看 Omega跟它这两个向量 夹角是Pose 因此Omega的向量是在这里 Omega的向量在这里 这个角呢 是Pose 这个角是Pose OK 好 那么我们的X轴 我们把这个 这个方向 就这个Vector 是在XZ平面上面 我们令它在这里 令它在这里 这个是X 这个是Z轴 好 我们就令这个 是这样子的 OK 这个画得不够好 画得 这个角画太大 我把这个画大一点 把这个画大一点 画长一点 这跟这个平行 好 这个下来 好 是这样子 OK 它就在 这个Omega 就在YZ平面上面 好 那现在 我们知道这个上面都有电流密度 有电流密度 因为它在旋转 旋转它是这么转 这么转 它是这样子转 那有电流密度 就会产生 我们先把这个写出来 A R 我们以这个作为参考点 这个作为参考点 OK 好 我们先写 它是等于 4π分之μ0 我们现在 不用I 我们用K 称DA DA prime over R 刚刚是I 称DL 现在是K K就是表面电流 单位长度有多少库轮 单位长度有多少库轮 我们现在用这个 所以你要有什么东西呢 要有一个DA DA prime DA prime是代表 Prime是代表圆区 所以它一定在这个 这个表面上面 表面上 好 现在我们就在这个 表面上 这个表面上面 我们这个是X轴 这个是R prime R prime等于什么 等于R 等于R 就在这个地方 取一个激素 DA prime 这个激素 这个激素等于什么呢 等于 我们取 DA prime 等于R D theta R D theta 是这个 然后我们取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长度是等于R Sine theta R Sine theta 乘D phi 然后称是R Sine theta D phi 这个要学会写 这个 取Area element Volume element 你一定要会取 要不然 你就干瞪眼 在这里就 没办法做下去了 R平方 Sine theta 这个 我们坐标都加一个这个 Sine theta prime D theta prime D phi 因为这是指 圆区 Source region 所以我们都要加个prime OK 这个就是 Sine theta Sine theta prime OK 好 取好以后 我们有DA了 DA了 那 R是代表什么 R是代表什么 R就是从这里 你选的这个DA 到P点的这个 向量 这个就是R 这是R 这是R 这个是R prime 这个是R 从这里到这里是 这样的一个R 这个R我们可以从 这个三角形里面 看出来 这个三角形 这是一个任意三角形 我们用任意三角形 鱼旋定理 我们就可以求出 这个边的边长 所以R呢 它是等于根号 Cap to R square 加小R 减掉两倍的大R 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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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 to prime OK 等于这个 有R 有这个 有这个了 现在这个K 要怎么转呢 K是单位长度的 电流 单位长度的电流 我们现在就 我们说这个 我先写出来 我们再来 再来 这个 导出来 它的Sigma 乘V V就是这个 切线速度 它旋转的时候 在切线速度 那么我们可以看这个 我们把这个 说明在这里 如果我们取一块 激素 这个是 速度往这边 速度乘DT 就等于 它扫过去的 一个长度激素 这个取一段 宽度 这个宽度 OK 一个宽度 它是这样子 这样扫过去 速度是这个方向的 然后在这里取一个宽度 W 于是T秒钟 它不就扫过去 一个这样的面积吗 对不对 扫过去 这样子 我们说 这个面积里面 总共有 DQ 就是 你扫过去以后 就等于 DQ 往这边 移动 往这边移动 就是说你DT秒 有多少电量 经过它 就是它的 电流 那我们说 DQ 被 DQ 被这个面积来处 这就是它的面积 乘上DL 这个等于什么 等于Sigma 单位面积上面的电量 是等于这个 单位面积上的电量 Sigma 好 那现在这个K呢 K就是等于 电荷 被DT来除 单位时间 单位时间 通过这么长度的电量 就是经过这次I I被这个宽度来处呢 就是等于单位长度 有多少的 库轮的电量 就是等于电流 就是等于电流 等于这个电流密度 好 我们现在 把这个 可以写成这样子 Sigma DL over DT 就是说 我们分子分母都成DL 分母成DL W over DQ 就是 就是Sigma 所以 这个地方 分子成一个DL 好 那这个就是等于 Sigma DL 它前进的 位移 被T来除 就是V OK 就是V 好 这个是我们 把这个 这个式子 证明在这里 因为 我们写因为这样子 好 现在 这里头的东西都有了 K也有了 DA Prime也有了 R也有了 不过我们这里 要看一下V呢 这里并没有告诉我们V啊 没有告诉我们V是多少 这是告诉我们什么 Omega是多少 Omega Omega 它的位置是在 距离这里正好是R 半径 球面上面半径 那么 V 跟Omega 跟R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可以写成V 是等于Omega X R' 要注意R' 现在就是等于 等于这个 不是 我们写这个 R' 就等于R 这个大小就是R 它是等于 V是等于这个 V是等于这个 好 那现在我们就把 这个Cross 先算出来 Cross 先算出来 我们用迪卡尔坐标 X 方向 Y 方向 Z 方向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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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朝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它的X Component X Component 是等于Omega Sine Pose Omega Sine Pose Omega Sine Pose Y Component 是0 Z Component 就是这一段 Z Component 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 是等于 Omega Cosine Pose Omega Cosine Pose 好 那R Prime RPrime 你就看这一点的 坐标 这一点的 坐标 在球面上 这就是xprime 这就是xprime 这是怎么两个x啊 这xprime yprime zprime 那就是这个上面的 这个上面的一点 这个上面的一点 这个就是等于 用这个球坐标 写就可以了 R R Sine Sine Theta Prime Cosine Pose Pose 这个是R Sine Theta Prime Sine Theta 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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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me 负 Cosine Pose Sine Theta Prime Sine Phi Prime 现在x 就是x component 然后再加上一个y component Cosine Pose Sine Theta Prime Cosine Phi Prime 减掉 Sine Pose Cosine Theta Prime y 然后再加上 Sine Pose Sine Theta Prime Sine 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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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Z Z的方向 有三个component 三个component 等一等 我们要把这个 要积分 积起来 我们把这个 带到这个里头去 因为 K是等于 K是等于 Sigma 乘V V有这三个 对不对 你就把Sigma 乘到这里 有三个 三个东西 然后R 还是这个东西 还是这个 D A 现在就要 乘上 D A D A不是等于这个吗 现在几重积分呢 两重积分 按照 5'积分 按照 Zeta'积分 我刚刚讲过 那个 积分等于0的 像这个 这还是有用 现在我们看 这个里头 有这个 5' 这也有5' 这5'有一个 Sine 5' 一个Cosine 5' 然后这个 外面这个东西呢 只有 这个只有 Zeta 5' 没有5' 所以整个 乘起来呢 就是有 Sine 5' Cosine 5' 然后D5' 的积分 那你要记得 这个积分等于0 等于0 然后Cosine 也是一样 我们直接写在一起 Cosine 5' D5' 0的2π 等于0 所以 凡是有 这个像 5'的 这个 积分 都是0 因为积分的时候 它有一个 D5' 对不对 都是0了 就不要积咯 你就不要去积它了 那只要积哪一项呢 没有这个5' 没有5'的 只有这一项 你看 这有5' 这个有5' 这个有5' 通通不要急了 就积这一项 就积这一项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AR AR 我们把这个通通带进去 你们要带一下 Mu0 2平方 Sigma Omega Sine Pose Over 2 然后里头的积分呢 就只剩下这个 0到Pi 我们已经把D5' D5' 这个没有Pi 所以D5' 所以D5'从0到2Pi积分呢 0到2Pi积分是等于 Pi 等于2Pi 所以呢 这外面就变成这样子了 那现在这个里头就变成 这个是小R R加上R平方 减掉两倍的R 小R Cosine C的Prim 这是Cosine C的Prim Cosine C的Prim 好 这里头只有C的Prim 所以这按C的Prim来积分 然后整个的方向是在Y Y Component 因为这个是在Y Component 所以它是在 负Y Component 是等于这个 现在要积这个 这个积分不简单 我们把它 变换变数 我们现在另 U这个变数 它是等于Cosine Co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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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DU呢 就等于负的 Co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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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Cosine 于是我们就看看这个积分 我们把这个积分先做 0到Pi 的这个 R平方 加上小2平方 减掉两倍的R Co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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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的Prim Cosine C的P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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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这个 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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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它是等于 Cosine 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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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它是等于 Cosine 從-1到-1,本來是按照θ積分,θ是0就是1,θ是0的話, θ是0的話,θ就是θ,Trump就是從0開始起, 然後起到π的話,u就變成正1, 看看,cosθ,OK,我們這裡要變一下, 這個,sinθ乘上,這個是等於負的,負的du, 所以這個是-1到正1,現在積分機這個,這個我就直接寫出來了, 所以它是等於負的r平方,加上小2平方, 然後,加上r,u,3倍的r平方,r平方, 更號r平方,加上小2平方,減掉兩倍的r,ru,好, 我們把u等於負1跟正1帶進去,好,那這個就等於,等於,我們可以畫減以後啊,它就等於這個東西, 我只把它寫出來,你們回去再,自己再畫一下啊,r平方, 三倍的r平方,小r平方分之1,然後r平方,加上r,r,這個就是這個東西, 像是這個,這個u等於正1啦,然後呢,把這個, 把這個,u等於1帶進去,那這個就變成r平方,加小r平方,減掉兩倍的r,它就是等於, 里頭就是等於r減r的平方嘛,對不對? 所以它,我們就寫r減r的絕對值,就你這個r可以在外面也可以在裡頭啊, r可以大於大r也可以小於大r,等於在球外的話呢,它要大於它, 球內的話,這個要小於它,所以我們這裡用絕對值,一定用大的值來帶嘛, 這裡不管你r小r,誰大誰小,總是這個平方嘛,好,把負1也帶進去, 它就變成,負的r平方,加上小r平方,好,負1這就變成負的, r,好,這個,等於負1就變成正了,它就是r加小r的平方, 那這個呢,就不需要絕對值了,這一定是正的,變成這樣子,好,現在我們就來看, 在球外的話呢,球外的話,這個大於它,這個大於它,好,球外的話, 那麼,我們就把它畫出來,它就等於這個,三倍的r平方,兩倍的r,好,OK, 你把這個帶進去吧,這個是r大於r的時候,也就是說, 就是說,p點在,這個是,r這個是球內啊,這個是球內,球外的話是這個,2r, 3倍的r,3倍的r平方,r小於這個,也就是說,p點在球外,好,你們自己去把它做一下,好, 好,那麼這個是把什麼求出來了,向量位a,磁線量位a求出來了, 好,那我們現在就要用這個,向量位a來求磁場,不過我們,我們說這個值啊,可以把它畫成這樣子, 我這裡的積分好像只有,這個不是向量位a,這個只是這個積分而已喔, 只是這個,這個,這個積分而已,我們還要乘上這個才向量位a喔,好, 才向量位a喔,好,我們現在把這個沉進去, 好,我們現在看,球內,球內,球內a,r,它是等於y的方向, 好,前面有一個這個,前面有一個這個,負的, 負的,mu0r平方,sigma omega sin,或是2,好,球內是這個,這一項啊, 好,好,乘上,3倍的大r平方,分之2倍的小r,好,我們可以把這個,好,這是y方向,好, 好,可以把它畫成,這樣的東西, 好,可以把它畫成,這樣的東西, 好,我們現在可以把這個東西啊, 我們現在可以把這個東西啊, 好,因為,因為, Omega cross r,它是等於負的, Omega r sin pose,乘上y,你可以,你可以試試看嘛, Omega在這裡,r在這裡,方向是什麼方向? 你看,這個是,這個是z軸,對不對,這個是x軸,這樣子的,x軸,在這裡,cross這個, 超這個方向,是,等於這個,負Y的方向, Omega cross r,Omega cross r,是負Y的方向,因為,它跟這個面垂直嘛,那就跟這個方向相反嘛, 這個方向是出來,它是進去的嘛,所以我們就可以寫成, AR,它是等於,Mu r sigma over 3,Omega cross r,好,這個是球內,球外我就不算,你照這個樣子, 啊,球外我,球外我就把它寫出來, 球外,它是3倍的r平方,Mu0,R四次方,Sigma,Omega cross r, Uni vector,這個是球外,任意一點,OK? 好,我們等一等就要,這個就用這個表示,我們先用這個表示, 那麼,如果說,我們現在要把它恢復成為,這個自然的坐標, 這是按照我們新取的這個坐標了, 新取的這個坐標了, 那我們的,原來的坐標是這個坐標, 這個是什麼,Omega是Z軸, Omega是Z軸,好,我們現在恢復自然坐標, 好,自然坐標是什麼,Omega是圓Z軸的方向, 因為我們不變換成這個坐標,你算不出來, 算不出來,我們要算出來的話,就要坐標變換一下, 算出來了,我們再恢復成那個,好, 好,那麼這個時候呢,我們知道,Omega cross r, 它是等於r,Omega r sin theta,乘上phi, 你看看這個地方,就是r,Omega, 這是Z軸,對不對,這樣子,朝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就是什麼方向呢? 這一點朝這個方向是什麼方向? 圓柱坐標的phi方向, 圓柱坐標的phi方向,所以呢,它就是等於這個, 好,我們恢復了以後,我們再把這個寫出來, 這就是,不管是圓柱坐標,球坐標,它都是, phi的方向都是這個樣子,我們現在還是用圓柱坐標, 用球坐標,好,就可以寫這, 就是,mu0,r omega sigma over 3,r sin theta phi, 這是自然坐標,原先它給我們的, 然後這個是,mu0,r四次方, Omega sigma over 3, sin theta over r平方, 好,這個是r大於等於大r, A有了,我們求B, 用這個B等於curlA,來求磁場, 這個,這一部分也是它要我們做的, 做好了,現在我們就來求磁場, B等於B,也是球坐標,好,我們用球坐標的curl, 好,我們現在把這個用行列式表示出來, r平方,sin theta分之1,然後,r,r theta,r sin theta, 好,這個是0,這個是0,這個是0, 這是r,3 theta,a phi, r3 theta是這個有的,a phi, a phi就是這個通通就是,都是5 component, 好,那我們就,它有兩種狀況, 一個是r小於等於大r,一個r大於大r, 大於等於大r,我們就先,我們也分兩次來做,分兩次來做, 好,我們說r小於等於大r的時候, 然後,也就是說,也就說,也即在球內部, 球內部,它的a phi是等於三分之一, mul0r omega,這個我寫下來好了,這個太短了, 好,那a phi,要等於三分之一, mul0r omega,sigma r,sin theta, 好,你把這個,帶到這個,帶到這個裡頭去, 好,我們就得這個,b,r theta phi, 它是等於,等於,我們寫到這邊來, 好,它是等於, 行列室外面有這一項, 然後,你把行列室,裡面,寫一下,運算一下的話, 它是r component,partial,partial,theta, 然後,theta component,r,partial over partial r, 然後,這個是三分之一,mul0r omega,sigma r平方, 3平方θ,等於這個,好,你把這個,把它導出來,把它化解, 變成,它就變成兩倍的mul0r omega,sigma over 3, 剪掉,等於這個, 我們可以把這個,化成,這個正好就是z的單位向量, mul0,sigma,r omega,z的單位向量, 我們看這個,大小,這個,都是常數,都是常數, 所以它的b常,外面是,在裡頭是這個, 那麼,這個等於constant, 好,那麼,我們現在在算r大於,小r大於大於大, 小大於等於大r的時候, 好,這個時候就等於在求y哦, 我們剛剛求出來了,它的a phi,是等於, 三倍的r平方分之一,mul0r四十方, Omega,sigma,sine theta,等於這個,好,yeah, 兩個什麼? 哦,這個,這個沒有,這個沒有, 像那個你就要判斷,有一個一定是寫錯, 我現在看這個字都是兩個影子, 好,那麼,b,r theta phi,它就等於,我們把,a phi用這個帶,它就變成,sine theta分之一,r unit vector, 就是r,partial over partial theta, 然後, theta unit vector,成是r,partial or partial r,然後,對這個尾分,對這個operate, mul0r四十方, Omega,sigma,r,sine,平方 theta, 好,我們把這個化解一下呢,它就等於, 三倍的r三次方分之一,mul0r四十方, Omega,sigma,然後這個是r兩倍的cosθ,加上θ,乘上sinθ, r theta,這是求外,求外不是concent, ok,好,那麼,這一題,我們剛剛好,時間好,做完了。